哈喽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科技新世界,我是Coco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可能会彻底改变广告行业的创新 而这次的主角是中国科技巨头腾讯 也许你知道他的另外一个名字,Tencent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追剧正兴奋的时候,突然插播了一条广告 它打断了你的体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烦? 那么好消息来了,腾讯可能找到了办法来解决你的困扰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通过AI人工智能来完成 但腾讯正在尝试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 把广告融入到娱乐中,而不是打断它 听起来很科幻吧? 这怎么可能呢? 让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其中的原理 想象这个场景 演员正拿着一杯咖啡 一杯普通的咖啡 上面没有任何的品牌logo 腾讯的AI算法呢 正在一帧一帧的识别视频中的对象 然后可以在画面中实时替换品牌 也就是说咖啡杯上的品牌不是固定的 而是根据你的喜好观看地点而发生改变 我们打个比方 如果在欧洲你看到的咖啡杯可能是星巴克 或者你熟悉的名字Starbucks 但是在中国更有可能你会看到瑞幸 也许你听说过它另外一个名字 Locking Coffee 这种超级个性化的体验 不仅不会打扰到观众 还会精准地达到投放广告的目的 那么腾讯公司呢 也不是单打独斗 他们最近也在跟很多AI 人工智能公司去合作 打造这项技术 想象一下对于观看影片的我们 这可能代表我们根本不用购买会员 就已经可以不被打扰的观看影片 这也代表着娱乐公司将获得新的收入来源 广告价值也会大大提升 当然这一项全新的技术也引发了不少争议 很多人认为这会提高用户们的体验 但也有大部分的人认为 这种无形的广告会不会过度了呢 它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影片的感受 会不会影响演员们对艺术作品的塑造 不管怎样这项技术已经正在实时中 而且大规模的在向前推进 我很好奇的是 你对这项技术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踊跃的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对此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你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一部School中文角 在School中文角的平台中 我们会有更多更系统的学习 更新颖的话题和更多的互动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中文的学习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点一个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认识的学习中文的朋友 这会帮助我的视频被更多的人看到 也会鼓励我继续向大家呈现更好的作品 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Coco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